今日,有香港媒体报道,在综艺献信令颁播后,有电视台开始追回明星的综艺差价,首当其冲的就是中餐厅第二季两位嘉宾赵薇和舒奇。 赵薇和舒奇在中餐厅那儿的片酬都是5000万人民币。 据报道,该片酬由制作公司,去湖南卫视,向赵薇和舒奇两方追回。 因为这部剧在播,加上线信令早在两个月前就发布,所以电视台有权按文件执行,因为半仅规定最高上线,就是一季以千万人民币。 那么赵薇和舒奇却要各自推回4000万。 找了之前曾在微博发文,真正的幸福,不是依赖任何外在的人或事物,也不是来自变幻无常的情绪与感觉,而是我们的内心们保持一种平静愉快的状态。 懂得体验,坦然的接受残缺,人生的修行,就是用智慧看透世间黑白,并用一颗善良的心,成就一切美好。 用一颗宽容的心,坦然的接纳无法改变得不好,以此和此事有关,他只能坦然接受目前无法改变得不好。 港媒环报道称,目前最高片酬是王妃,此前被传逆继酬劳过益,如果按信心令执行,王妃要退9000万,那么王妃付出真是亏大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